是中文台 不管你是CPI的价格往上涨 还是就是我们所认为的 就是很明显的通货膨胀 大家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红色警戒线的同时 到底是不是明年采取一种从紧的货币政策 比如说加息 这的确是可以产生对遏止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现在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呢也并不是这样 绝对的把水龙头关紧了 是吧关的特别紧 它适度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是必要的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 是吧在存款准备经济上调 那么这个手段呢已经在抑制了 所谓这个货币的超发有一部分的 是吧可能有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就说如果在加息 我个人认为呢在加息的问题上呢 可能的是要慎重研究吧 慎重研究 因为如果我们在存款准备经济上 准备经济这个问题已经锁紧了 再加息有三个问题怎么要研究解决了 一个我顾你党投资增长怎么保证 如果贷款成本加大 是吧贷款成本加大 第二个消费信贷怎么办 消费者能不能承受是吧 第三个问题越是在物价上涨的条件下 流动资金可能越紧缺 这一企业来讲这个流动资金怎么办 这些问题呢都缠在一起 可能要综合考虑 你现在碰到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接雇 比如说王军他刚刚刚那个 锦明提到的关键点所在 现在的中央政治局他规定就是定出的 定调是一个积极的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那么你要基础大于收入 这种是属于比较扩张性的 对不对未来国债比较多 另一方面就要是从景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件事情能够大家听得点吗 如果我们现在从适度宽松回归到稳健 如果回归的过度 或者有收紧收紧过度的这么一个倾向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会对经济成长会造成损害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我们看到这几个月 那么物价上涨的非常快 那么月度的上涨的非常快 但是中央呢还是在货币政策上 主要的还是采用的数量性的工具 价格性的工具 比如说加息还是一直是非常慎重的 主要是考虑到加息这种政策呢 它具有双刃键 一方面它当然有助于缓解这个负利率的状况 有助于遏着通胀 但是呢 另一方面它确实是会对经济成长造成一定的损害 好 我能表达一个观点就是 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增长速度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这个憧憬了 就会带来GDP的下滑 下滑一点都不行 现在一定要比今年还要高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这样如此 或者说 刚才说的这个控制通胀 然后带来损害经济增长 如果说带来的增长是健康的 哪怕晚一点 就是低一点 百分之八百分之九 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大量的服务业的增长 我想带来的这个就业 可能比单纯的追求重化工业 带来的这个就业还要多 他们讲的是很矛盾的 他这方面讲通货膨胀多么严重 然后这个人生息根本就不考虑 然后还要讲什么稳健 所以我认为我是统一要生息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太松了 干脆就的确的讲 过去太松了 过去两年宽松的 我认为是太宽松了 所以要回到一个正常状态 这不是因为通胀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现在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衡 一个是房价上涨 一个是结构调整 根本调不动 所以我们产生的收入差距 更进一步的加大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 我认为都是货币政策过松导致的 所以要调 但是他们要调的时候还不生息 我举当要生息 而且这个货币政策调整 所以你认为其实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因为当时水楼桶 你放的这太宽了 太宽了 所以你干脆你当然要脚往过正 就是要过正回来 不是通胀 因为你现在的生息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经济增长 就有多高 什么叫加息增息 我不同意这个加息增息 加息增息是经济增长 是一个加速 然后一直塌 然后就形成一个加速增息 我认为加息的原因就是 对成本者过度的剥夺 负利率持续10个月 凭什么负利率做我这拿钱 所以我说加息的原因就是货币的价格 人为的定格太低了 所以包括他们举张通纳武这些人 还要把利率还不能上涨 我真是觉得 对这个里面没办法 我的观点并不是说不要加息 而是加息需要把握一个时机和力度 当前我觉得 我们的利率水平在历史上是最低的 持续了两年 世界上都是低利率 这个低利率就绝对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的是小幅度的这个选择合适的时机 小幅逐步的加息 那么我们认为是现在是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加息周期 我们反对的是连续大幅度的加息 你们在加息不加息 一轮这有我认为对中国来讲 这都是战术性的问题 根本现在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要突破战略性 十年了 十五根话战略性调整没突破 这还不突破 战略性就是一化解千筹 加住人口同时化 转变农民工社会身份 你不要在货币上来决断了 你要给农民工盖上七百万套房子 你给云里头住下来 立刻就解决了 所以说我还想强调 还想强调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问题很重要 经济结构调整 实际上都设计到最后 会影响到一部分GDP的增长 再要不要GDP崇拜 GDP高一定是好的东西 不是这样 确实不是如此 这个我把 解明 我觉得这里边 可能有一个问题 需要研究 就是我利率的高低 和物价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 80年代 我利率很高 加上保质补贴 我甚至都到十几 但是我物价 还是向上行 照样 照样向上行 那反过来 我们2003年到2007年 高增长的时期 是吧 我利率 是吧 这个并不是很高 是吧 但是它的经济增长 它的物价并没有起 我们物价起呢 是吧 当然有一段 有一年比较高的 是吧 但是现在呢 目前呢 我们利率呢 是向下调 是在这个低位上 那么物价稍微起了一些 是吧 但是我就说 从统计上 要研究这个规律 是不是利率和这个物价 绝对是 神正比的这关系 神正比的 说我这边利率一停 物价就下 对对对 这就是基本 基本需求啊 对这个利率 需要研究这个 这个学术上讲得完 利率政策对物价这种 它有一个实质 利率政策对物价产生作用 它也一定有一个实质 嗯 当然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利率 它没有市场化 所以呢 有这个传导有很多问题 所以大家 为什么这个央行 要采取其他的一些数量上的手段 但是目标是一个 嗯 如果就通胀起来了 不光你存在多久 他说这个 你叫老长期付利率 这也是不确的 应该扭转的 必须扭转的 我们已经连续了 五个月的付利率 太吵了 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是达成构势了 谢谢 来我们看厂下嘉宾 这些人说的很对 就是中国经济问题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能用简单的一个货币杠杆 就能解决 比如说像中国问题有 那个发行了这么多货币 但那个货币 增加流通量 本来是给中小企业做发展的 但全部到了国有大中心企业 他们又投入楼市 投入房市造成泡沫 而且北京的楼市 简单的货币就能解决到 如果央行希望用一个简单的 加息或者降息 就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话 我觉得太天真了 我还是也是同意 比较那个加息 还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加息呢 必定房地产是中国 现在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而且房地产行业 还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 加息一定程度上 可以就是缓和一下 那个他的那个成本吧 贷款的成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至少是对房价的控制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说对经济社会 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什么可以加息 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 楼市是一个水库 来接我们的流动量 但如果加息的话 米兰土的17次加息 导致了楼市的泡沫破裂 整个经济的崩溃 重新的金融危机 我们又加息打击楼市 又要让它当水库 这是矛盾的 国家我感觉 现在所出台的这些政策 或者是来说这种手段 为了说抑制房价呀 或者是打击这个投资呀 或者等等这些东西 我认为它是 就像中医学上 中国的中医学上一个理论 治标而不治本 长期还是要交给供需关系 交给市场 谢谢 好 谢谢